我是羅家豐 我不是廖廟的兒子 是怎麼我的打名字你都看不到 我這次在天堂裡面 所演的角色就是羅家豐 用光耀汽車這條任務引擎 讓所有車子都在哪兒後面 看我們車外上 構成比較沖縫 很愛表現 他的好勝心很強 他想要證明給他的老闆口 說他聽說他這個好勝很厲害 不過有時候就是 沒有達到爸爸所預期所想像 這間體制壓力的角色 你堅持要收購 那是你的中心 要趕快打造一個 向你羅家豐 輸你的台庫 你怎麼會不會給我爸 所以在內心的那一種拉扯 他會覺得很傲 在情緒方面的起伏會比較大 然後他有個特色就是 他很喜歡賽車 因為他用賽車這一點 去扶平他內心那一種不悅 這個是我有史以來 沒有接過的一個角色 這部戲的概念就是 企業跟企業之間的鬥爭 我跟同父異母的弟弟 兩個之間的鬥爭 天道這部戲呢 除了有精采的劇情以外呢 為了給所有的觀眾朋友 不同的刺激的視覺感受 所有的賽車的畫面呢 我將會親自上走 希望大家能夠坐在電視機前面呢 也能夠感受到現場的一種氛圍 星期五次